这个看起来好像还不是太熟的样子 但是已经闻到香味了 把它打开看一下 怎么感觉有点轻 看了半天看不出来 好像没有熟 等一下可以了可以了 看一下熟了没 没有熟 我服了这个榴莲竟然没熟 还是硬的 怎么办还可以放吗 还可以放两天吗 这个它会不会坏掉 在外面这个 两天再放两天 再放两天再开 阿妈手都 这是我的血吗 这个榴莲放了两天了 把它打开 这下应该熟了 感觉还是有一点点不太好打开的样子 天呐 看一下里面能弄出多少肉 反正我买的这个是比较小的 我没有买大的那种 我买的这个是比较小的 这里有一块榴莲肉 然后再把这个给打开 我感觉这个肉 也太少了吧 一个榴莲 这一个榴莲就三块肉 我的天 感觉我亏大发了 在这里面 这里有一块 这一块还算是比较大个一点的 这里有一块 这一面的话就两块吧 不知道中间这里还有没有 然后这里还有一块 这里有一块小的 我的天呐 哦 感觉它这个还不是说特别的熟 因为我之前把它拆开了 我怕它坏掉了 就赶紧先把它弄出来先 这一块肉还是挺肥的 没有了 一共就四块 一共就一一二三四 四块肉 花了我 差不多六十块钱 我觉得你们真的 你们买榴莲还是得买大个的 不要去买那种猫山王的那种 那种小榴莲 我买的这个就是 就是三斤左右的吧 也不不大 就三斤左右的那个猫山王榴莲 然后拆出来就这么一点点肉 来尝一下好不好吃 味道还是可以的 就是如果再熟一点的话就更好吃 今年第一次吃 来个大的 这里面还有一小块 嗯